有粉丝留言 二哥 有消息说萨波尼斯胸骨戳伤 也有可能确诊计算 你说要是格林和小萨都不打 对哪一方比较有利 首先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 不过我的感觉是 这更像是国王放出来的烟雾弹 出战成疑是NBA最假的一句话 翻译过来差不多就相当于 我会打 但我不能告诉你 况且小萨在被格林踩踏过以后 依然生龙活虎 不像受伤的样子 同期的案例有字母哥和莫兰特 真正要是受了比较重的伤 那肯定是当场就没办法继续比赛了 小萨能继续打 就说明问题不大 不过回到问题本身 如果这二位都确诊的话 我觉得勇士更有利一些 格林确实是勇士最强的盾 但战术地位完全无法与萨波尼斯相比 小萨在国王属于二号人物 其常规赛的回合占有率达到了21.3% 并且效率不足 场均能够攻下19.1分12.3篮板 以及7.34助攻 机构赛效率一定程度下降 主要是因为第一场打得太烂 而且合计只打了两场 样本还太少 不具备太多的枪考价值 而追梦格林 他在勇士的回合占有率只有12.9% 基础数据也完全无法以小萨相比 作为一个在机攻端 可以说是拖后头的球员 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防守端 不过跟国王这种球队打 既然防不住 不如干脆拼进攻得了 把球交给库里 让他放开抡 砍个五六四分 不怕比赛赢不下来 不过追梦格林确证是确定了 萨布尼斯确证 怎么看都像是个烟雾弹 ronsides 断 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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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